為什麼呢 你的腳 阿基里事件 像Kobe它會斷掉 我會拉傷 到底造成的原因是什麼呢 小燈店的位置 四大公園快速閃電 紅色小跑車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來講安全的故事 而是要來講講阿基里事件的故事 所以今天呢 看到一個影片呢 是Kobe呢 斷了阿基里事件的一個影片 我不禁逗了一下 摸著自己的腳跟心都揪起來了 我之前呢 也曾經阿基里事件拉傷 但沒有短編 拉傷 我只是拉傷 我就碰無欲生了 Kobe那時候呢 我看他一個背身單打切入 轉身過的那種 哇賽 然後他馬上跌倒在地上 摸著自己的阿基里事件 還發現那時候他的阿基里事件斷了 他竟然還可以走上罰球線 罰彎球再走下去 但是 我不僅感嘆他的意志力有多麼的堅強 我要給他大到的 respect 受傷的當下呢 可能因為腎上腺素的關係 所以他並沒有感到很痛 可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他事後已經非常非常痛 因為阿基里事件是要開刀的 我要先說呢 阿基里事件是我們人體呢 最強重的一條基劍之一 你知道嗎 我們的行走呢 是因為阿基里事件呢 他連接我們的小腿與腳踝 所以呢 他很重要 如果沒有他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行走 不再斷腳筋就是斷這裡啊 那拉傷有多多舒服呢 他會影響你整隻腳的腳踝 而且你整條腿的筋 就好像卡住一樣 很不舒服 小腿呢 其實是兩塊肌肉去連接而成 你不會明顯地感受到兩塊小腿肌呢 跟跟腱連接的那個部分呢 好像有東西在燒的感覺 因為你一直跟腱拉傷 小腿卻也有一種腫脹不舒服感 一直不斷地延伸到你的大腿後側 有一種也是筋拉不開很不舒服感 而且呢 阿基里事件的拉傷呢 其實會造成你的行走困難 你痛 痛到其實基本上你的腳是不能動 我跟你打籃球 或是說任何運動 你總班傳來比喻的話 一到十分呢 他痛覺得大概是六分 但是阿基里事件的拉傷大概就有八分 那他不只是痛 那他痛之外呢 還帶給你其他不舒適的感覺 我當初發生阿基里事件的時候 我並沒有太多去注意他 因為我就覺得他就像一般人扭到 或是打完球呢 他是痠痛感 一開始還沒有很嚴重 等到真的嚴重起來的時候呢 我發現 哇 那個可能痛到不能走 連濕子痛到都沒有效 後來我去網路上查了一些相關的資料 發現呢 阿基里事件受傷有什麼症狀 我發現他的症狀跟我的腳是蠻像的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看我前面一支影片 我還有痛風這個問題 但我沒想太多 吃子痛藥都沒有效的時候 我後來實際去查 我就覺得這應該是運動傷害 後來我再去看醫生 然後把我的狀況告訴醫生說 欸 我的腳哪裡痛 哪裡不舒服 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醫生呢 就幫我診斷出 好 這是阿基里事件拉傷 阿基里事件斷裂或拉傷呢 通常是發生在 他需要一個強大的爆發率 他把它拉成 然後導致於他的彈性鬆掉 或是直接斷裂的情況下 那有哪些人有沒有發生呢 例如像籃球員 你看有的時候他正面爆發力 然後還有像轉跑選手 他需要那種的極速衝刺 爆發力太過於強勁 然後以至於你身體肌肉無法負荷 就是每個人治療方式不同 那以我的經驗呢 我那時候做的治療是 我去做附件 然後附件呢 有紅外線 短波 電療 超音波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有一個比較有效的是 護正波 護正波打進你生成部分呢 他把你的肌腱 組織 還有一些 五個像肌筋啊 沾黏的部分 他把打散讓他重新生長過 後來我要去做了運動治療的課程 他教你給我去訓練你的肌肉 因為你要去增強你的肌肉 去保護你受傷的部分 那運動治療的好處是 他們運動治療師 那他們會負責幫你就是 評估你的狀況 然後去做適合的療程 很適合的訓練 因為他 我們受傷之後呢 我們的腳踩 就不會像全新人一樣 我們認代或肌腱 他不會像全新人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 想辦法加固他 那最好保護的方法就是 增強你的肌肉 去保護你受傷的地方 好 以上就是幫你阿基里事件的部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到你去看看 你過分後 你過分後 然後你過分後 感谢观看